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主持人叶浩 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聊哲学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吴峰伟教授 大家好 我是峰伟 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 是关于一个20世纪相当重要 也是能够被列入经典的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的汉娜·厄兰 从2001年91事件 恐攻事件之后呢 就开始陆陆续续西方有很多人在讨论 怎么样子对待恐怖分子 比如说可不可以将他们驱逐出境 可不可以撤销他们的国籍 那汉娜·厄兰她曾经提出过无国籍人士的概念 然后她就再度被提起 变得非常重要 之后呢 又开始一连串有相当多的国家 开始在进行转型正义 那特别是开始在讨论过去极权主义国家 许多的官员都是奉公守法 但是呢 可能就是成为了政府的帮凶 那汉娜·厄兰对这件事情提出了相当重要的看法 有提出了一个平庸之恶的概念 那我们今天就是就恶以及哈娜·厄兰怎么样子理解 特殊的极权主义底下产生的一种新形式的恶 那我们就这件事情来请教风味 是 主持人刚才已经很清楚地谈说 为什么过去这十几年来 厄兰在西方哲学界 甚至在东方的哲学界也开始兴起另外一波的流行 有它特殊的时代的背景 那但是它的政治思想其实内容非常的宽广 我们今天可能就谈一个主题 就是它对于恶的观点 你刚才谈到恶的平庸性 其实台湾的很多观众其实很熟悉 过去几年大家都朗朗上口 恶的平庸性等等 那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 其实需要更深度地进入去探讨 那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 其实必须要回到在西方哲学里面的传统 就是所谓的恶的学说 那在西方的哲学传统里面 恶的学说最重要的一个流派 或一个部门 被称之为所谓的神异论 theodicy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哲学思考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多神论的传统里面 你如果遭遇所谓的天灾人祸 你会去追问说 到底什么东西造成这些邪恶 你可能会归诸有一些邪恶的神 OK 邪恶的精灵等等 那可是在一神论的传统之下 也在西方世界这种一神论的传统 我指的是犹太教 天主教基督教传统这种一神论的传统之下 我们怎么去理解发生在我们日常周遭这些坏事情 那因此就出现这样的一种思考 叫做神议论 那恶兰他对于恶的思考呢 其实跟这个神议论常常是有关系的 他是顺着这样的传统去思考 但是他给出不同的答案 所以其实我先简单地讲一个结论好了 我觉得恶兰他提出的恶的观点 是由他的独特性 跟传统的神议论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先就神议论这个概念 稍住一下停留 可不可以再进一步解释 神议论这个字其实是 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 Leibniz他所创造出来的字眼 那他坦然说 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邪恶这样的东西存在 那其实更早去探讨 神议论的内容的哲学 当然不是莱布尼兹 是你可以回推到天主教哲学家 圣奥古斯丁 他其实就要去思考说 如果这个世界是由一个 全知全能全善的神创造的话 那为什么会有邪恶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必须要理解 Evil或者邪恶这样的东西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那圣奥古斯丁就提出一个很有名的定义 他说善呢就是存在 OK 存在都是好的 OK 所以人活着好事情 这个鸟语花香是好事情 存在的东西是好的 那怎么去理解恶呢 恶也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吗 奥古斯丁他的观点说 不是 恶其实只是一个善的缺乏的状态 或者是一个不完美的善 或者是败坏的善 所以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日常生活说 在人的生命中很多坏事情 例如说我们有疾病 OK 那疾病呢 它是一种恶 圣奥古斯丁有怎么理解 他说这种恶呢 其实是健康的欠缺的状态 只是没那么健康 但你起码还活着 所以有时候我有疾病 可是你还活着 你还可以享受生命 所以只能说没那么好而已 这是奥古斯丁的一个理解方式 恶当作是一种 一种存在的一个匮乏的状态 或善的匮乏状态 那因此他就进一步去理解 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种种类型的坏事情 基本上有三大类型的坏事情 大家可以理解 恶其实就是坏事情 第一种类型就是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人是有限的存在者 我们不是无限的 这个称之为形上的恶 从形上学的角度来讲 人的存在就是不完美 你就是有限的 那第二种类型的恶呢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那天灾 OK 大地震啊 大海啸 这些都是自然的恶 这种第二种类型的恶 那第三种类型的恶呢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 日常生活的人的小奸小恶 道德上的败坏 这个欺猬 然后诈骗 然后暴力等等 这些都是道德上的恶 所以从这种传统的神异论 传统来理解的话 有三种类型的恶 形上的恶 自然的恶跟道德上的恶 我稍微说一点点补充 因为神议论 它其实是神学的一部分 那基督教神学的一部分 因为基督教神学里面 把上帝界定为是 全知全能 而且是全善的 所以呢 如果说他全知全能 那又全善的一个神 怎么会创造出一个 不太完美的世界 甚至创造出不太好的人出来 所以从这个世界存在 不管是恶 或者是某一种善的匮乏 这其实都会对于 全知全能的这一个善的上帝 造成了一个挑战 所以呢 自古以来一直都有一个 尝试要去解决 为什么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世界 会存在恶 所以呢 就会有一种说法 尝试要让他圆过来 认为说 这个世界底下的恶 并不是出自于上帝的不完美 或者是上帝本身邪恶 或他故意把人造得不好 把世界造得不好 所以呢 就是哲学家或神学家们 尝试要提出一个解套的方法 那这一个方法 就变成是叫做神议论 就是等于说 上帝的正义 也就是说 证明上帝仍然是一个好的上帝 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于 不管是世界的本身 或者是 或者是人类的本身 OK 那这是一个传统 所以 风伟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有形上的 有自然的 有道德的恶的问题 必须要去解决 那 鄂兰他 提出了很不一样的讲法吗 是 我们就回到鄂兰的恶 鄂兰真正思考的恶 当然不是自然的恶 他不管天灾这种东西 他要思考 当然是20世纪哲学家 都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有 纳粹的犹太人的大屠杀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 这么大规模 就完全过去不可想象的 国家的暴力 他去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 发生 那如果你今天回到 传统的神异论的恶的学说 你很自然把它归为 道德的恶 因为这是很一般的理解方式 就是为什么会有 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出现呢 因为纳粹的当权者 以及多数的邪力者 都是一群道德上 非常败坏的邪恶的人 OK 这种道德恶的理解方式 那鄂兰的独特性在于 他说 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竟然不能简单的理解说 在德国发生的这么大规模的屠杀 是来自一群道德上 堕落 然后偏差的人 不只是这么简单 你必须回到 我们这种新型的 现代的国家的本质 以及人的新的存在的状态 因此他就提出另外一种观点 叫做恶的平庸性 但是这种恶的平庸性 其实跟过去的道德 本质上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他谈恶的平庸性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指 那个艾希曼 这个人嘛 就是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艾希曼 这一个审判的过程 艾希曼 他在纳粹德国时期 其实是一个中阶的军官 还不是最高阶的军官 那他跟 恶名昭章的 所谓最终解决方案的关系 非常密切 被视为是其中的一个协力者 OK 那可是在二次答案结束之后 艾希曼就人间蒸发了 他到1960年才被发现说 因为他一直躲在阿根廷 然后 这个最后就被绑架 OK 被以色列特工 绑架了回 这个以色列进行公审 那他在1961年就进行公审 那很多犹太人当然 都是期待 我要见证这个 艾希曼这一个犹太人的公敌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结果他在 耶路撒冷进行公审的时候 大概1961年 他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一个 我们一般理解的这种 公务员的这种 一种平庸的那种状态 他并没有三头六臂 他也没有任何心理变态 就从他的生命史 以及证人的证词 我们可以知道 他就是一个简单的父亲 简单的先生 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 也没有犯罪记录 就完全就是以 我们台湾人想开玩笑说 一个温良恭敬让的人 当然没那么夸张 就是他这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 那厄兰就见证了艾希曼这样的人 出现在他面前进行公审 他就开始反思说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平庸到 完全没有特色 完全没有思想的人 会做出这么可怕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决策 会成为他的协力者 这是恶兰所要思考的问题 也就是传统上 许多人都会觉得说 相当穷凶恶极的人 比如说是纳粹里面的恶号头头 对不对 就是说 大家会假定说 他可能类似什么恶魔的样子 头上两只脚 牙齿露出来等等 但是一看到他本人的时候 觉得跟你我都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有非常大的一种惊吓 我们先稍后片刻 等一下再回来听风味 继续讲恶兰关于恶的学说 欢迎回到民事台湾学堂 自学堂前前的节目 我是叶昊 我们正在和风伟老师 一起谈恶兰关于恶的看法 那我们刚刚听到了 就是恶兰他提出了一个 很特别的恶的概念 而且这个恶的概念是 来自于他观察 爱希曼这一个人 在被审判的过程里面 他其实展现出来的 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 甚至可能有点文两功俭 让奉公守法 那就是 就是愚公呢 他奉公守法 回家可能还是一个好爸爸 但是呢 他却是纳粹的恶号头头 然后呢 他负责了 就是把犹太人 遣送到集中营 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我们刚刚谈到了 我们刚刚谈到了 就是有从神异论开始谈起 然后有三种不同的恶 那恶兰提出的这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观念 那风伟老师 就是恶兰提的这一个 仍然是要放在 道德的恶底下吗 是 一般人会理解 把它当中道德的恶 就是一群 这些纳粹的同路人 都是邪恶的人 会把它妖魔化 但恶兰并没有那么简单的 去理解他们 虽然他是一个犹太的受害人 因为他本身也差点被关入集中营 但他用一个哲学家的眼光 冷静去思考说 等等我们要好好理解一下 艾希曼这样的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传统的道德恶 我想借用一个概念 康德他曾经提过一个概念 叫做根本恶 根本恶指的就是 其实人就是有恶根 人就是会有向恶的性僻 你就是会做出邪恶的事情 但人当然也有向善的性僻 但是康德就分析说 人的向恶的性僻 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意志薄弱 这意志薄弱就是 我明明知道对的事情 但我意志太薄弱 以至于我不敢 我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会做坏事 第二个呢 是你的动机不纯正 就是我明明想要做好事 可是同时就贪渣其他的自力的动机 所以你会做坏事情 第三种类型是 纯粹就是邪恶的意志 我就是故意要做邪恶的事情 或者这三种类型的道德上的恶 可是如果我们拿这个厄兰 他谈的这种爱希曼 跟康德讲的这种 这种道德上的恶的类型 你发现好像match不起来 因为厄兰认为说 这个爱希曼他所呈现的恶 是一种无思想的恶 那什么叫无思想的恶 因为厄兰呢 很仔细地去见证 爱希曼的公审过程 爱希曼其实经过蛮长的审讯 他在1961年受审 然后被判处死刑 最后1962年被判处绞刑 厄兰就去反思 他整个的一个审讯的记录 他发现说 爱希曼这家伙呢 其实口才还OK 就是他可以滔滔不绝 讲很多官 可是厄兰回头去看 他讲这些官话 背后其实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 就像小时候我们都会被迫 要背一大堆三民主义 每个人都会滔滔不绝 讲一大堆东西 写八股文 对 没错 那你去思考说 你在讲什么东西 其实都是废话 OK 那厄兰就说 其实看起来这家伙很会说话 但其实口才很糟糕 因为都是讲废话 他进一步去拆解 他的意识状态说 其实他根本就是一个 没有思考的人 他已经把自己当成是纳粹帝国 里面的一个螺丝钉 是一个完全没有思考能力的行政官 因此厄兰就说 这家伙的恶呢 其实没有什么深刻的理由 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神议论去理解 神议论会试图去理解 每一种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恶 或在这个大自然的恶 都有他深刻的理由 有上帝的伟大安排 或者潜藏的安排 人类看不出来 可是 他说这种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屠杀 他背后的恶旗不一定有什么深刻的理由 而是一群不懂得思考的 无知的官僚 盲目的顺从上级的旨意 然后配合做出来的一个屠杀政策 因此他把这种恶的平庸心 他称作一种无思考的恶 这种恶呢 非常的肤浅 没什么深刻的理由 那你刚刚谈到这个根本恶 大致上还是可以在 犹太基督教的框架底下来理解 因为就是原罪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可能身体是软弱的 然后人可能是某一种自私的心理 甚至所谓的叫自以为大 然后呢 就是不关心别人 然后只关心自己 那再加上 有些可能是叫做 比如说会接受了撒旦的诱惑 或者是本身灵魂某一种的缺陷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 在基督教框架里面理解 虽然康德在提的时候 已经相对的世俗化了一点点 那在你这样子陈述恶兰的 恶的概念又更加世俗化了 好像我们谈恶的这件事情 基本上都已经可以不用去涉及到 根本的人性的问题 所以那个恶的根源 或者导致我们行恶的理由 其实是一种制度面的 像纳粹的制度底下 然后呢 在一种特定的官僚体制的国家底下 那你刚刚说得很清楚就是 人变成好像国家机器里面的一个螺丝钉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说 我们就是一个螺丝钉而已 就是就算我只是盖印章 要让人送到集中营 就是人也不是我杀的 我只是拼命 我只是盖章而已 对不对 那我那就是这样子的状况底下 就是完全不思考 这部国家机器在干什么 它是不是免过了多少人的人命 它是不是在杀害一整个族群 如果我们这样理解说 这个东西叫做无思考 那怎么样才叫做有思考呢 是 这里就是二兰他在人生最后的阶段 我觉得他一个很重大的 思考的一个转折 他花很多力去思考人的心智 OK 所以我们到底如何做出判断 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特别在意的一个概念就是 判断力或判断 因为对来讲 你今天一个无思考的一个中阶的官僚 你今天我盖章把人送去集中营 其实这也是一种判断 反正判断一定会有结果 会有后果 你就必须要替这个后果承担责任 你不会因此说 我只是一个中阶的一个受支配的螺丝钉 所以我就不需要负责任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二兰就要求大家 认真去思考我们所做的政治判断 所以很有趣的是 谈到判断在哲学史上 大家都想到一个哲学家 就是康德 康德其实跟二兰是同乡的 都是当初在科尼斯堡长大的 二兰就特别看中康德的一本著作 叫判断力批判 很有趣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 长期来都被视为是一个美学的著作 但二兰说 没有 其实大家都搞错了 其实康德最伟大的政治哲学 在判断力批判 为什么 因为他谈到了 二兰非常在意的判断力的问题 因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 谈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叫共通感 今天我今天做美学判断的时候 为什么有某种规范性呢 因为我预设每个人都跟我一样的感受 可是共通感不是你说了算 你必须要有标准或准则 因此康德讲说 人的共通感 只有三个准则必须要遵守 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我们的判断力 有三个准则要遵守 但做判断的时候 第一个 康德说的第一个准则就是 独立思考 为自己思考 不要盲目地跟从他人 要独立思考 第二个准则就是 要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 因为你今天说我独立思考 你可能是很自我中心的 完全不管他人死活 所以必须要有第二个准则的 这个矫正 必须要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 第三个准则就是 一致的思考 人最忌讳就是你思考 就朝三暮四 你没有任何的中心思想 你没有任何的一致性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 就提出三个准则 也成为二兰后来非常强调的 就是我们今天 如果活在政治共同体里面 我们在做判断 必须要遵循这三项准则 这是二兰所做的一个 一个补救方案 可以这样理解 对于一个无思考的人 当你在做判断的时候 你必须追问自己 我是不是遵循这三个准则 封卫老师刚刚讲的是判断 但是我刚刚的问题 其实是有关思考 他是从思考过渡到判断的 其实他对思考的看法 基本上就是认为思考是一种 内在对话 内在对话 他曾经是用苏格拉底 做一个例子来举例 就是然后说苏格拉底 他提到的良心的概念 一直以来都是 所谓的良心其实是 等于是我们内在 还有另外一个我在跟我对话 所以思考就像是良心 也就是内在对话 对他来讲 一个人如果做了坏事 自己会心里不安 无法独处一事 所以你可能会感到 某一种的就是害怕 或者是寂寞 那对俄朗来讲 其实思考就是那个 不断的自我内在对话的过程 但这里有一个大的问题 那就是纳粹时代的问题 好像让我们再度看到 思考不一定会完全的有用 因为极权主义的政权 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让我们内在思考的时候 永远心中都有一个 独裁者作为对象 所以我们已经在揣摩上意 就是害怕上位者 他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缺乏那种真正的思考 反而只是一种 就是假想对方要我们怎么办而已 所以思考本身也不足 所以才过度的要这一个的判断 是 回到埃希曼的审判很有趣的一个事实就是 当法官去 结问埃希曼说 为什么你今天要屠杀犹太人 那你这么憎恨犹太人吗 埃希曼回来说 我一点都不恨犹太人 我只是遵循上级的旨意 而根据我们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所说 我们都必须要服从我们的义务 所以埃希曼是有道德观的人 他觉得他就在服从他的义务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只是抽离开来谈 很抽象的良知 他的良知可能就是 希特勒灌输给他的道德观 因此 埃希曼后来就谈到说 这种判断力 其实你必须要向社群开放 基本上共同感 就不只是我自己 而是我们这一群人 我要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透过这种向社群开放之后 产生一种心态 二兰称之为扩大的心态 那他相信我们就可以 避免掉像这种偏狭的观点 OK 那这就很清楚了 所以从原本的考虑的内在对话 做一种思想的典范 其实后来他发现了 我们不只是要内在对话而已 需要外 就是向外 然后包含了整个社群的思考 所以才有那个刚刚你讲的 那个三个不同面向 就是扩大我们心胸的可能 OK 那我们非常谢谢今天 封闻老师来跟我们讨论 二兰他对于二的看法 以及这个二的看法 在实际的纳粹的时代 发生了什么样子的问题 然后透过艾希曼的理解 那我们进一步看到了 二兰怎么样子来理解思想 以及判断 最后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 才能够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判断 那么非常谢谢封闻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 再继续收看 民事台湾学堂哲学堂前前的节目 未经许会上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